中秋廉假除了看电影 很多人也要准备中秋礼品 只不过现代人工作忙碌 很多人并没有时间采购 这个时候呢 预购行路就成了好帮手 但是呢 消息会抽查发现了 许多业者的预购行路资讯都不完全 还有近八成没有提供退换或资讯 但是目前并没有明确的罚则 所以民众购买的时候 一定要仔细的看清楚 以免出了问题 投诉无门 中秋节快到了 月饼预购行路琳琅满目 让人看了眼花缭乱 不过消息会抽查 11家连锁高饼点心业者的行路跟订单 发现上面的预购资讯 统统不完整 譬如说他会讲到 这个有关于定价的部分 如果有错误 如果有更改的话 完全以我们店家的解释 或以我们是公告为准 不利的条款已经限缩 消费者对他已经生效的 契约条款的一个 变动跟选择的权利 这次抽查还发现 有将近四成的业者 包括义美 顺程 一支轩跟圣玛丽等 都在行路上 记载不利消费者的约定 像是价格跟包装有异动 以门市商品为主 或是公司保有活动 最终解释权等等 另外顺程 义美 哈根达斯等 9家业者也都没有明确标明 七天鉴赏期跟退换货的事项 对于违反犹豫期间 还有这个告知义务的一个揭露 目前在有效的消费者保法 目前是没有一个处罚的规定 违反这个资讯的揭露 还有违反七天犹豫期间不给消费者 这样子的一个违规行为 已经有列入一个草案 消极会指出因为业者跟消费者 对于商品的理解不一定相同 虽然目前还没有明确罚则 不过业者还是应该要照着 消保法的规范 将预购资讯记载完全 才能避免不必要的纠纷